女人身体原因很难怀孕 竟被婆家赶出家门 她离婚后所试管婴儿生下儿子 婆家却想要霸占孩子 一怒之下 她偷偷去幼儿园接走儿子 婆家竟报警说她是人贩子 女人最终能否成功讨回孩子 我和婆婆争亲儿法律讲坛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坛 这天傍晚 南方某市旧城区的派出所里 跑来了一对年纪约莫60岁的老夫妻 老太太一见到警察 就心急如焚地说道 警察同志 我们的孙子被人拐走了 快帮我们找找吧 老太太 您先别着急 您先告诉我 您孙子是在哪被拐走的 他今年几岁了 长什么样 警察一听说有孩子被拐了 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赶紧问老太太具体情况 老太太说 自己的孙子名叫邓熙 小明小宝 今年四岁了 刚才他们去幼儿园接孙子 结果老师对他们说 孩子被妈妈接走了 老太太说 媳妇根本没有去接孩子 这才急忙跑来派出所报警 警方接到报案后 赶紧来到幼儿园了解情况 并调取了幼儿园门口的监控录像 发现小宝的确是被一个年轻的女人 接走了 邓老太夫妻俩和闻讯而来的小宝爸爸 邓语峰都说不认识这个女人 知道小宝的爷爷奶奶去报了案 说幼儿园把孩子交给陌生人了 幼儿园的老师大呼冤枉 警察同志 接走小宝的就是她的妈妈 之前幼儿园搞活动 她妈妈还劳过好几回呢 我不可能认错的 我这还有她妈妈的联系方式呢 不信你打电话问问看 老师说着赶紧翻通讯路 把联系方式告诉警察 警察按照老师给的号码拨了过去 可对方的手机却处于关机状态 究竟是由于幼儿园老师认错了人 导致孩子被拐呢 还是邓家人说了谎 警察通过查看监控系统 以及走访调查 最终发现带走小宝的女人 进入了城郊一栋老旧的居民楼里 警察锁定了女人进入的房号 可当警察敲开门后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带走小宝的那个女人和小宝 的确是在房内 可孩子却真真切切地叫那个女人妈妈 一听警察说 邓宇峰一家说自己拐走了孩子 女人就激动地说道 我拐走孩子 拐走孩子的是他们老邓家才对 我是小宝的妈妈 我和邓宇峰早就离了婚 说好小宝归我抚养的 之前我身体不好 才让他们照顾小宝一段时间 谁知我想把小宝接回来的时候 他们竟然反悔了 连看小宝的机会都不给我 我是实在没有办法 才去幼儿园带走小宝的 女人说着 还从房里的一个柜子 找出了一张纸 连同自己的身份证一起递给警察 这张纸啊 就是小宝的出生医学证明 而母亲这一栏 的确是眼前这个女人的名字 唐丽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为什么邓宇峰一家 要谎称小宝被拐走呢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警察的询问下 唐丽说起了心酸的过往 原来在七年前 唐丽惊人介绍 认识了邓宇峰 唐丽长相端庄 性格温柔 邓宇峰对她一见钟情 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唐丽觉得邓宇峰为人诚恳 积极上进 倒也是个不错的人选 没多久啊 他们就发展为恋人关系 相恋一年多 他们的感情一直十分要好 邓宇峰觉得她俩的关系 该更进一步了 便主动向唐丽求婚 可唐丽竟然没有答应 邓宇峰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小丽 你对我有哪些不满意 你跟我说啊 我改就是了 一听邓宇峰这话 唐丽的眼泪 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不是你不够好 是我的问题 有什么问题 你说出来啊 我们两个一起面对 在邓宇峰的追问下 唐丽说出了自己的难言之隐 原来唐丽的舒卵管 曾经堵塞 做过手术 医生说 虽然做了手术 但是还是会有 再堵塞的可能 她怀孕的几率 比正常的女人要低 她担心万一结了婚 又怀不上孩子 会辜负了邓宇峰 也会让邓家人失望 邓宇峰对唐丽爱得热切 为了表明 要跟唐丽结婚的决心 她跟唐丽说 我不介意 我爱的人是你 能和你共度一生就够了 生不生孩子 这事压根就不重要 唐丽被邓宇峰深深地打动了 答应了她的求婚 很快 邓宇峰就带着唐丽 回家见了父母 邓宇峰的爸妈 看唐丽温柔贤惠 挺满意的 两人顺利成婚 这是唐丽过得 最开心幸福的一段日子 丈夫温柔体贴 婆婆把她当亲女儿一样疼 可慢慢地 唐丽发现不对劲 因为婆婆总是有意无意提起 谁家又添孙子了 谁家的娃娃多可爱啊 之类的话 老人家盼着抱孙子的心情可以理解 可老公不是早告诉婆婆 自己难怀孕了吗 婆婆为什么这样刻意催促自己呢 唐丽的心里藏不住话 忍不住跟邓宇峰提起这件事 邓宇峰眼看事情瞒不住了 只得告诉唐丽实情 老婆 其实爸妈并不知道你的身体的事 我想着你难怀孕 也不是说肯定怀不上 说不定咱们顺其自然就有了呢 何必告诉他们呢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看婆婆总盯着别人家的孙子 羡慕得不得了 万一我真生不出来 你爸妈肯定恨死我了 唐丽红了眼眶 委屈巴巴的 这样吧 咱们去做试管阴试试看 听说几率很大的 你放心 就算不成功 我也会好好待你的 邓宇峰见状 心疼地安慰着唐丽 给她出主意 邓宇峰的父母 无休无止地给夫妻二人 施加压力 唐丽只好答应邓宇峰 去做试管婴儿 但纸包不住火 唐丽无法正常生育的情况 还是被公婆发现了 原来唐丽再一次 做胚胎植入 这次竟然发生了公外孕 医生说 她必须做书栏管 切除手术 邓宇峰瞒着父母 说唐丽入院切个栏尾 要住院几天 唐丽出院后回家 两老见唐丽 神色苍白虚弱 觉得这事有蹊跷 想着媳妇结婚那么多年 都生不出孩子 他们心想 这媳妇该不会是有什么病吧 这天中午 趁着邓宇峰外出工作 唐丽在午睡 两老就偷偷翻开 唐丽的住院病例 这一看 两老像是遭到了晴天霹雳 他们发现原来 唐丽不是切蓝尾 而是切了输卵管 凭着基本的常识 他们知道切除输卵管 意味着无法正常生育了 老伴啊 我们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 老邓家这是要绝后了呀 我们愧对列祖列宗啊 邓母老泪纵横 在客厅向邓妇哭诉着 唐丽被两老的交谈声吵醒了 一听这内容 唐丽瞬间明白了 心里啊 不由得怨起邓宇峰来 如果结婚前 公公婆婆早知道这件事 自己大不了不结这个婚 好不容易等到公公婆婆 回了房间 唐丽赶紧出门透透气 还给邓宇峰发去信息 让他收拾这个烂摊子 邓宇峰受父母挑拨离婚 在婚后却抱回和前妻生的儿子 妻子怀疑邓宇峰与前妻 藕断丝连 邓宇峰道出生孩子的真相 眼看儿子从天而降 邓宇峰心动不已 想留着孩子 可妻子与前妻能同意吗 我和婆婆争亲儿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这一天晚上邓宇峰一回到家 梁老就开门见山 拉着他长谈 儿子啊 我们已经知道 唐丽切除书篮馆的事了 邓家就你一个儿子 香火不能断啊 难道你想没有儿子送终吗 唐丽生不出孩子 他就不能待在咱们家了 邓母含着泪 苦口婆心地劝说着 邓宇峰文言十分震惊 他没有想到父母会那么现实 一直到唐丽无法生育 就想把他扫地出门 他试图劝说父母 爸 妈 咱做人要厚道 我当初知道唐丽的情况 也心甘情愿娶她 她现在这样 我抛弃她的话 太无情无义了 邓母见儿子执迷不悟 急得不行 你就为唐丽想 你怎么不为我们想想啊 咱们想报孙子有什么错 邓宇峰顿时语色 像是被母亲击中了要害 无力反驳 唐丽就是想给你们生个孙子 才去做试管婴的 谁能知道她会公外孕呢 她虽然切除了书卵管 但我们还存了些胚胎 在生育中心 我们可以再去试试的 邓宇峰耐心地劝着父母 希望他们可以多些理解和包容 给点时间她和唐丽 两老见儿子心意已决 暂时也不好再说些什么了 邓父邓母见无法游说 儿子主动离婚 就花心思在唐丽这方面入手 他们整天冷嘲热讽 又故意在亲友面前 说唐丽生不出孩子 这样唐丽很是煎熬 唐丽多次向邓宇峰诉苦 邓宇峰深感无可奈何 只能让唐丽多忍让 唐丽觉得邓宇峰 根本就没有兑现 好好照顾自己的承诺 她从邓宇峰的表现 感受到她的态度 她觉得邓宇峰 已经默默放弃了 他们的婚姻 几次争吵冷战过后 心亏意冷的唐丽 主动提出离婚 邓宇峰心中有愧 可又知道他们的婚姻 的确难以维系 只好同意了 见儿子终于离了婚 邓父邓母可谓 放下了心头大食 为了早点抱上孙子 他们热心撮合邓宇峰 和一个名叫李元元的女孩 李家和邓家是视角 当年还开玩笑般的 对上了娃娃亲 其实邓父邓母 一直都对活泼开朗 善解人意的李元元 很是满意 一度把她视为儿媳的最佳人选 李元元也对邓宇峰 这个青梅竹马有好感 两家人都盼着能结成亲家 自从邓宇峰恢复了单身 邓父邓母就频频安排聚会 让邓宇峰和李元元 可以多相处培养感情 李元元这几年谈过几个对象 都已分手告终 对比前男友 她还是觉得邓宇峰的人品学识 更优秀 她主动向邓宇峰示好 还表示不介意邓宇峰结过婚 邓宇峰和李元元相识那么多年了 熟知她的品性 知道她是个好女孩 她们的相处也渐渐走向了亲密 邓宇峰心想 李元元元的条件是不错 和自己合得来 又不介意自己过去的婚姻 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 于是邓宇峰在亲友的祝福声中 和李元元结了婚 婚后不久 李元元顺利怀上孩子 生下一个女儿 取名小雪 好不容易盼来一个孙女 邓父邓母自然对白嫩可爱的孙女 宠爱有加 之后几个月 邓家上下都沉浸在天孙的喜乐气氛里 唯独邓宇峰 这个新爸爸终日眉头深锁 忧心忡忡的 李元元还以为老公是一时难以适应身份的转变 毕竟有了孩子 经济压力会大一些 他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就在小雪快满周岁的前几天 邓宇峰突然抱了一个男婴回家 打破了邓家的安宁 这个男婴是谁的 他和邓宇峰又是什么关系呢 原来呀 这个男婴就是邓宇峰和前妻唐力的青少儿子 小宝 爸 妈 圆圆 这孩子啊 叫小宝 是唐力和我的儿子 唐力身体不好 我只好带他回来照顾一段时间 邓宇峰手里抱着一个裹着报备的婴儿 一进门 深吸了一口气 故作平静地说道 邓夫 邓母和李媛媛文言十分震惊 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尤其是李媛媛 头脑像是轰一声被炸开 自己刚生下女儿 老公却跟前妻藕断丝连生了个儿子 他气得发抖 一个亮枪差点摔倒在地上 邓宇峰见状 赶紧把怀里的小宝交给邓母抱着 想扶李媛媛一把 李媛媛甩手就给了他一记耳光 邓宇峰你还有良心吗 这边刚和我结婚 居然和前妻好上了 这一记耳光打得可真响 邓宇峰的脸上 长痕清晰可见 她哭丧着脸 哽咽着说 媛媛 你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这个孩子是我和唐力 做试管婴儿孕育的 我们是清白的 她切除了书卵管 你们都知道 她只想有个孩子 让余生有点寄托而已 而要做试管婴 生育中心要求 必须经过我的同意 才可以动用之前存下的胚胎 所以唐力才来求我 我跟唐力离婚 已经很愧疚了 我不能连这点希望都不给她 李媛媛觉得邓宇峰的解释 根本站不住脚 她不依不扰地质问道 既然是唐力想要孩子 你就留给她啊 你带孩子回来是什么意思 邓宇峰赶紧解释 圆圆 我只是暂时照顾她一段时间 唐力的娘家没什么人 她产后身体很虚弱 需要休养 而且小宝 毕竟是邓家的血脉 爸妈盼着儿孙满堂多年了 孩子是要认祖归宗的 你给我点时间 等唐力身体好转 就会把孩子接回去的 李媛媛出为人母 深知生儿育女的辛苦 听了邓宇峰的话 她对唐力动了恣意之心 这时啊 邓父邓母也在一旁劝说着 媛媛 这臭小子先咋后奏是不对 可孩子是无辜的 你就大人有大量 包容一下好吗 李媛媛虽然心有芥蒂 但还是默许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 李媛媛天天盼着唐力的身体 赶快好起来 才能把小宝接走 还她一个安宁的家 李媛媛原本以为 小宝的出现 最多会打扰她的生活 但是她没有想到 公公婆婆对自己女儿的态度 也跟着发生了变化 这小宝住下来以后 公公婆婆把更多的精力 投放在孙子小宝身上 忽略了孙女小雪 显然思想传统的梁老 更喜欢男孙 小宝的一平一笑一闹 都能牵动梁老的心 他们不止一次因为 顾着逗小宝完 忘记照顾小雪 李媛媛看在眼里 心里很不适滋味 她觉得公婆 偏心得太明显了 她坐不住了 三番四次向邓宇峰提出 让唐丽尽快接走小宝 这结果当然是 遭到公婆的强烈反对 理由是唐丽的身体不好 收入又不高 小宝跟着她 不会有好日子过 一边是妻子 一边是父母 邓宇峰家在中间 很是为难 但出于私心 小宝是自己的亲儿子 她不忍心小宝 跟着唐丽受苦 邓家的家庭条件 比唐丽好很多 而且有爸妈照顾着 也利于小宝的成长 因此啊 邓宇峰就安抚李媛媛 说唐丽这边条件不成熟 让小宝再住一段时间 邓宇峰就用拖字诀 把小宝留嫁了邓家 一晃三年就这样过去了 两个孩子都到了 上幼儿园的年纪 邓宇峰爸妈好面子 又偏爱孙子 夸了一大笔钱 托人替孙子小宝 拿到一家知名幼儿园的学位 而孙女小雪 就被安排在家附近的 一所普通幼儿园 同为孙子 待遇却相差那么多 李媛媛非常担心 小宝会继续抢夺 小雪的资源和关爱 她实在坐不住了 直接联系唐丽 要求她赶紧接走小宝 这三年来 唐丽积极调养身体 静修学习 她的身体状况和工作环境 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此时的唐丽认为自己 有能力照顾小宝了 她向李媛媛道歉 表示会尽快接走儿子 两家人从此互不相欠 唐丽恢复了健康 想从邓家带走小宝 却遭到拒绝 邓家一再阻拦唐丽 带走小宝 走投无路的唐丽 只好强行带走孩子 邓家报警 没能要回孩子 又将唐丽告上法庭 讨要孩子 小宝的抚养权 到底该归谁 我和婆婆征亲儿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这一天唐丽来到邓家 想接走儿子 遭到了邓与峰爸妈的阻拦 小宝毕竟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自然更亲近二老 哭着说不要离开爷爷奶奶 唐丽健壮是既心酸又心疼 一方面她想赶紧接走儿子 另一方面她又于心不忍 邓与峰爸妈看出唐丽的心软和犹豫 当即提出要给小宝一个过渡期 那就是唐丽先不带走小宝 但是可以经常来邓家探望 陪伴小宝 往后的几个月里 唐丽几乎每天下班 都会来邓家看小宝 又和邓家人讨论小宝的成长 和在幼儿园的趣事 这一幕看在李渊源眼里 仿佛唐丽和邓家仍旧是一家人 丈夫的前妻天天上门 又跟丈夫相谈甚欢 大有旧情复然的苗头 这一天 李渊源积压的怒气终于爆发了 她气愤地带着女儿回娘家赞助 临走前撂下狠话 有唐丽和小宝的一天 我和女儿就不回来了 你们邓家再不处理好这件事 我和邓宇峰就离婚 邓宇峰知道父母根本不愿意 让唐丽接走小宝 索性联合父母阻止唐丽探望小宝 她认为 如果唐丽不在邓家出现 李渊源还是愿意回家的 面对邓家的无理行为 唐丽只好先发制人 唐丽决定先发制人 直接到幼儿园接走儿子 还带着儿子藏在朋友闲置的 出租房里 邓父邓母知道唐丽接走孙子后 打电话给唐丽想要回孙子 结果唐丽说了一句不可能 就挂断了电话 还关机了 邓父邓母找不到唐丽 又担心唐丽会带着孙子远走高飞 于是就找到警察 狂称孙子被拐 由于唐丽的确是小宝的妈妈 警察不好强行把小宝带走 同时警察把找到小宝的消息 告诉了邓宇峰一家 邓宇峰和唐丽电话沟通了好几次 都没办法达成共识 他决定起诉唐丽 与他争夺抚养权 那法院会把小宝的抚养权 判给谁呢 到这里就要讲到 今天的法律支持点 决定抚养权归属 需要考虑的因素 判决孩子归谁 要综合三方面的因素 优先抚养条件 抚养能力 子女的意愿 有优先抚养条件的 当然优先获得抚养权 那优先抚养条件 一般包括哪一些呢 第一 有一方丧失生育能力的 第二 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 改变生活环境 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 第三 对方患久治不育的传染性疾病 或者其他严重疾病的 如果双方都没有优先抚养条件 法官判决时会考虑抚养能力 而抚养能力 一般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 与孩子共处的时间 第二 文化程度 第三 收入能力 第四 居住条件等等 另外 对于十周岁以上的孩子 法院还会征询孩子的意愿 本案中 唐利的情况属于有优先抚养条件的情形 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 离婚时 女方应实施绝日手术 或者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 处理子女抚养问题 应在有利子女权益的条件下 照顾女方的合理要求 因此 最终法院判决 小宝由唐利负责抚养 并随其生活 判决下来以后 法官对邓宇峰和唐利 做了思想工作 抚养权的具体归属 并不影响邓宇峰的探视权的行使 两个老人家也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们登门请求儿媳李源源的原谅 值得庆幸的是 李源源为了女儿能在健康的家庭中成长 决定和邓家人兵事前嫌 俗话说得好 宁差十座庙 不愧一桩婚 传宗接代是老一辈固化的思想 老人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他们不应该因为孩子的问题 强行干涉儿女的婚姻 唐利和邓宇峰本来夫妻感情很好 邓宇峰本也相信他们夫妻俩 就算没有孩子也能过得很好 结果却因为自己的爸妈插手自己的婚姻 导致自己跟唐利离了婚 后来更是因为自己的爸妈重男轻女 使自己的第二段婚姻也出现了问题 还因为争夺小宝上演了一出孩子被拐的闹剧 最终还失去了小宝的抚养权 当然意志判决并不能完全解决亲情的纠葛 所幸的是 事情最终没有往快的方向发展 大家都愿意为了孩子做出理解和让步 希望孩子能在家人的关怀中健康成长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新婚妻子刚刚怀孕 丈夫却突发车祸身亡 公婆恳求儿媳生下孩子并许以重金 前男友来追求 母亲提议打掉孩子 两男的她将作何选择 生不生 一父子 法律讲堂下期播出